我家人跟我说他的麦克风突然无法开机了 我说好吧我来试看看 诶真的开不了机诶 正常来说开机会亮绿灯才是 是电源没电了吗 我的天啊 整个电池舱肉翼并腐蚀的非常严重 这已经不是电池没电的问题了 拆下电池后发现本来固定在电池舱的弹簧 已经断在电池的底部 这真的有夸张哦 那该怎么办呢 整个电池舱都是生锈的电解液 连外壳都是黄褐色刺鼻的电解液 先用纸巾试着擦拭看看吧 真的很恐怖 再来看电池 以为只有碱性电池会露液 你看连一次性干电池也会露到没丁没当啊 电池舱的金属弹片也被腐蚀到惨不忍睹 另外一侧的弹片也是嗅食严重 只要被电解液沾到就会疯狂生锈啊 我们先把凶手丢掉 我不要再看到你了 在用无水酒精喷洒后 用纸巾尽量的把电池舱清洁干净 有些顽固与角落都尽量清洁干净 因为弹片已经锈食的太严重了 所以我们先把底部弹片拆掉 你看锈道卡得超紧的 费了不少力才能拆下来 确认真的锈道没办法修复了 那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先把底部清洁干净 再慢慢想办法吧 然后发现螺丝也因为沾到电解液生锈了 我们先拆下螺丝 一样先初步清洁 让电解液不要继续腐蚀金属 清洁后先锁回去 不然等等找不到螺丝就糗了 正极的弹片生锈了 我们用美工刀的刀背 慢慢的把生锈的地方刮除 你也可以用沙子去除锈斑哦 这步骤要有一点耐心 慢弓出细活不能急 边刮除边清洁 你会发现生锈的地方慢慢消失了 再用无水酒精清洁一下 你看这样的状态是不是比刚刚好太多了 另外一边只有稍微锈时 一样也是用美工刀或沙纸处理一下 这样就初步完成除锈的步骤了 接下来底部的弹片比较棘手 锈时严重不说 连弹簧都断了 这不是除锈就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找一个装一样干电池的电池盒 我打算利用它的全新弹片来取代 因为是同规格的电池型号电池盒 所以弹片的尺寸就比较相近 我们需要的是底部串联的弹片 所以先用敲棒把它拆下来 比对一下大小 啊掉了 看起来需要修剪一下边缘 叠在一起看哪里需要修的 透过斜口前慢慢修整 啊对了先等等 我们先拿出可乘式电源供应器 先来模拟麦克风上电之后能不能开机 如果伤到电路板那就更麻烦了 先把电源供应器设定模拟电池的三伏电压 保护电流呢就设定0.5安培应该够了 送电 确认输出的是三伏特电压 然后把碳棒插入输出端 接触麦克风弹片后开机试试看 按下电源键 耶成功开机 电源供应器的萤幕也看得出来有工作电流正常 这样就放心了 接下来拿出双面贴 把刚刚修剪后的串联弹片连上去 并修剪一下 固定在原本弹片的位置 用手压一下加强结合 确认位置正确都没问题后 串联弹片这边就好啦 但刚刚刮除生锈的弹片之后 会不会担心以后会继续绣下去呢 那怎么办呢 可以拿出防锈润滑油 像这种三合一润滑油或是WD40 可以一边深层清洁锈时 擦拭后还能加强防锈 而且不会影响电池的接触供电喔 这样就能避免继续生锈下去 刚刚生锈的螺丝也擦拭一下 避免之后继续绣下去 这样是不是跟一开始的残状好太多了 生锈的地方也都处理好 底部串联的弹片也换新了 接下来我不要再用一次性电池了 改用充电电池避免再次漏液 开机试看看 耶终于正常了 这样下次你遇到电池漏液的时候 就知道怎么处理啦 不用再花大钱整台换新了 无线麦克风终于可以继续搭配接手器 好好的继续工作下去啦 希望这个过程能对你有点启发 我是爱手作的宝咖咖 这里是吃味棒 请帮忙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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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I